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会附上一句 这次军演是根据某年度计划进行的 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等等 但这一次有所不同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在宣布这次军演的时候 罕见的对这次军演的目的和意义 做了这样的说明 近期美台频频勾连挑衅 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严重的侵犯中国主权 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已成为台海安全风险的最大祸源 这次演练是根据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 采取的必要行动 是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势力挑衅的严正回应 东部战区将持续加强战备训练 有决心 有能力挫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奉劝台独分子们好好地读一读解放军东部战区的这一份通报 如果连这个警告都听不懂的话 那离找死也就为时不远了 这个通报明确地指出了这次军演就是针对近段时间 美台频频勾连挑衅 做出了回应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 持续打台湾牌 美台之间的勾连不断地突破以往的界限 6月6号 美国军机载着三名美国议员公然降落台湾 这是美军军机数十年来首次故意降落台湾 一个多月以后的7月15号 美军军机再次以送文件的名义降落台北 进入8月份以来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 首度的宣布对台军数 美台海巡工作小组召开首次会议 他一度传出美国海岸警务队 所以还和台海巡部门进行了首次连演的消息 美台之间的这些动作啊 以切香肠的方式不断地逼近或挑战中国 在台湾问题上的红线 虽然大陆有关方面对此做出了强烈的警告 但美台双方就是在赌中国大陆 不会为这些小动作大动干戈 普京有句话啊 抗议一百次不如战略轰炸机翅膀煽动一次 既然台独当局和美国方面听不懂人话 那我们就用他们听得懂的方式 让你懂 这次军演传递出来的信号很明确 如果美台之间继续勾勾搭搭 继续挑战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红线 继续打擦边球 那么等待他们呢 将不仅仅是口头的抗议和警告了 还有实实在在的 随时可能转为真正作战行动的军事演习 首先为了防止美国军机再次擅自降落台湾 蒋军就未来不排除在台湾东部海域啊 部署航母打击群进行常态化的战备之班 同时在台海周边空域设立防空识别区 以便对来犯的美国军机进行拦截 这完全是被你美军的挑衅行动逼出来的 上了台独顽固分子名单的 要离开台岛潜逃的话 解放军将可能进行拦截甚至击落 这样实际上是将岛内的台独首恶分子 圈禁在岛内了 未来解放军还有可能效法美国 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做法 拦截向台湾运送武器的货船 阻止台湾获得美国的先进武器 当然一旦开始这样做的话 将意味着武统随时就会开始 这次军演只是一个信号 而关于这次军演的通报 在明确的表明对美台之间的勾连 大陆方面除了外交回应以外 今后将不排除采取军事回应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在关于这次军演的通报中 明确对台独发出严厉警告 这种带着强烈警告性质的演习 不但针对性强 还意味着随时可能实施迅转战 从大陆和台湾的地理位置上看 解放军在台湾的东北和西部 发起攻击相对比较容易 而这次演习的地点 是在台湾的东南和西南两处 这表明解放军已经具备 对台湾本岛潜域封控 并进行围艰的能力 从发言人发布的消息看 这次演习持续时间短 表明这次演习的科目 很可能是定点清除目标 是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 速战速决 在短时间内达成目标 总之 蒋生青的这次演习极不形成 很可能预示着我们今后 在处理台湾问题方面 将有新的大动作 好 这句话就说到这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